第四百二十一集 明术将椅背的角度往后调 抱着手臂闭眼靠着 赫阳热衷玩弄那些走投无路的人 跌入人生谷底的人 赖修良不符合这个条件 所以按照你的新思路 我暂时想象不出凶手的动机 义飞喝了口药 被苦得皱起脸 查了这么几天 赖修良的性格 人际关系网 其实已经很清晰了 往下 他一边利用一边 瞧不起那些不如他的人 不把他们当人看 网上呢 他抓住各种机会 讨好强于他的人 我没有发现 他和上流合作者 有什么矛盾 这些人都被他哄得很舒服 明术又坐了一会儿 忽然站起来 别起得这么急 还是要注意一下身体 现在冬天容易生病 操心你自己吧 还在咕噜咕噜喝我的药呢 义飞无语 好心被当驴肝肺 明术拿起外套 我去退进总队一趟 一会儿就回来 你去找卢彦周啊 他不出任务了吗 不找他 我去看看周队 义飞愣了一下 声音一沉 周队 春节就该去看看他 但一忙起来 什么都做不成 初五那天 特警总队陪他过年来着 陆彦周说他精神好了些 基本把人都认全了 心理研究中心 自从出了灵脚那件事 整体氛围就有些尴尬 民宿从特警总队的走廊上穿过 登记之后 被一名年轻的心理医生 带到周平门口 窗帘被拉上了 房间里没什么光 周平一个人坐在窗边 透过窗帘的缝隙往外面看 仿佛根本没有注意到有人来了 但民宿看到 他的肩背忽然绷紧 这是一个充满防御的姿势 周平知道身后有人 在畏惧的心理下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周队 周平没有转过来 民宿步步走近 周队 我是民宿 过了几分钟 周平才缓慢地转身 抬头看着民宿 然后弯起唇角 很轻地笑了笑 这是个慢镜头一般的过程 民宿看着周平消瘦的脸 和暗淡无光的眼睛 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难过 他还会好起来吗 还是往后一辈子就这样了 这家饺子铺并不是什么老字号 也不是网红餐馆 开在居民区里 生意说好不好 说坏不坏 常客都是住在附近的居民 梁兆点了三两饺子 又要了一笼灌汤包 在周山面前旁若无人地吃了起来 已经过了饭点 店里除了他们 只有一位客人 是个学生 坐在门口 一边吃饺子 一边戴着耳机打游戏 周山没穿西装 夹克牛仔裤的打扮 倒也十分贴这家店的风格 他什么都没点 耐心地看着梁兆狼吞虎咽 不到十分钟 桌上的碗碟就空了 梁兆面相凶狠 穿着警服的时候 还有几分英气正气 但不再是警察 这英气正气 就成了匪气 吃完梁兆也不说话 阴沉地看着周山 周山则是面带微笑 哼 上次咱们说的事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梁兆狠皱起眉 冬夜是那么多警察 那为什么看中我 你身上又特别吸引贺先生的气质 什么气质 一个铁血警察的不甘 你可以向贺先生提任何条件 只要不过分 贺先生都能满足你 什么条件在你们眼中属于过分的范畴啊 让你一个人去死算吗 这种小事怎么算呢 过分的事 我想想啊 就比如摘月亮 摘星星 你是在变相告诉我 你们无所不能 你清楚就好 和我们合作 你一定不会后悔的 如果我说不呢 你不要忘了 我曾经是刑侦局的警察 我现在就能将你押去刑侦局 你来这里 说明你已经决定跟我们合作了 梁兆不耐烦地扎了下嘴 梁先生 能够与你合作 我很高兴 梁兆脸上的疤痕忽然宁静 接着颤了一下 还有件事我想向你打听 你最近有没有见过 特警总队的周平周队长 梁兆眼中一冷 你问他干什么 落成市局 刑侦支队的一号办公室 坐了不少人 投影仪上播放着现场照片 花虫来晚了 站在后排靠门的位置 南郊天悦温泉山庄报警呈 在东庄的排水道里 发现了腐烂的尸块 工作人员吓得面如土色 说前几日就有老年客人反应 称闻到了一股怪味 像是什么东西在排水道里腐烂了 当时大家还没当做一回事 因为一些低素质客人觉得 花了钱就要泡够本 下水之后就不愿意起来 将小便排泄在池子里 排水道有异味是常识 会定期清理 然而在那之后 怪味越来越重 不仅客人继续反应 工作人员自己也觉得不对劲 进入排水道一看 发现里面堆放着一堆 用口袋装起来的不明物 一共有三代 怪味就是从这些口袋里散出的 打开第一个口袋室 工作人员还没看明白 里面装的是什么 直到在第二个口袋里 看到一只腐烂的手 分局刑警赶到现场 目前尸检勘查正在进行 碎尸案是大案子 所以市局刑侦支队也会参与调查 排水道里温度和湿度 都比正常情况高很多 尸体加速腐烂 死亡时间不好判断 会后 柳志勤跟花虫留在会议室里 给花虫讲错过的那一部分 死者是女性 尸体被分解成了23块 器官肢体没有缺失 目前已经完成了拼解 死亡原因暂不清楚 身份也还没有确定 不过年龄能测出来 在28到30岁之间 落成这两年虽然命案 时有发生 但几乎都是激情作案 碎尸案这种恶性案件 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 花虫一张张查看现场照片 眉心渐渐宁起来 天悦温泉山庄 以高价高品质闻名 排水道这种地方 不是一般人能够去的吧 本来是这样 本来 春节假期 冬庄人满为患 管理难免有松懈 有心者想进入排水道 也不是不可能 而且温泉本来就特殊 为了保护客人的隐私 很多地方不可能装监控 花虫盯着柳志勤的脸 有半分钟的时间一动不动 柳志勤的手在桌子下方 挠了挠他的无名指指根 嗯 没有监控 那你岂不是没有用之地了 花虫将手收回来 柳志勤笑了声 哼 你的小柳哥不靠网络 也能当你的左膀右臂 欢迎收听 常配文学授权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 行真纯爱小说剧 心狂 作者初和 由周末 配音青山等领衔出演 第422集 经过DNA比对 最深暗受害人的身份得到确认 尹真 30岁 圆山科技的老总 圆山科技是一家面向女性的公司 制售护肤品和化妆品 最近半年成立了一个美妆直播部门 一边卖产品 一边在各个直播平台上 交客户化妆 这种公司卖的商品 其实就是很多人口中的 网红面膜 网红洗面奶 网红口红 实体店虽然有 但只是撑个门面 握着应付检查 销售的大头在网上 至于质量和功效 有人吹上天 有人怒斥用了烂脸 在一众微商中 圆山科技势头迅猛 快速占领了市场 主推的几名主播 更是疯狂吸粉 短时间内 就拥有了一大批拥盾 但圆山的成功 对其他微商来说 不具备借鉴价值 因为 这不过是尹真玩的一场创业游戏 尹真另一个身份 是伊龙集团现任董事长 尹路的侄女 柳志勤说 尹真的父亲尹志人 是尹路的亲弟弟 同样 也是尹龙集团的高层 尹真是他的长女 算是含着金汤石出生的 花虫正在看去年尹真和公司的主播 一起做直播的视频 画面中尹真优雅美丽 画着精致的妆容 举手投足颇有贵气 他旁边的主播单看长相的话 比他更美 但是尹真的气质 却远胜主播 伊龙集团靠实业起家 现在也涉足金融 药业 旗下子公司无数 发展的重心在北方 当然了 洛城也有伊龙的商业足迹 去年11月29号 尹真的家人在虚城报警 乘以有多日联系不上尹真 怀疑尹真被绑架了 虚城警方非常重视 出动了大量警力寻找尹真 花虫将视线从显示屏上移开 但不仅没有找到人 甚至没有找到任何突破口 柳志勤靠在桌檐上 双手抱在胸前 没错 我们没有接到虚城警方的协助要求 说明他们手上 根本没有尹真出现在洛城的线索 花虫站起来 尹真为什么会到洛城来 他的通讯记录 有没有什么发现 报警时间是29号 但尹真早在21号就消失了 现在能够查到的记录是 他11月18号离开一龙集团总部 所在的虚城 乘机前往西南私凤城 从通讯记录来看 除了酒店 他没有联系过任何人 到了21号 他的手机关机 社交账号在外登陆 就像凭空蒸发了一样 私凤城 规模还不到洛城的十分之一吧 柳志勤点头 这就是难点所在 整个调查 在私凤城被彻底卡住了 相对大城市来说 私凤城非常落后 徐城警方在那里 根本找不到 尹真21号之后的踪迹 也查不出 他为什么会去私凤城 现在知道原因了 因为他要通过私凤城 摆脱警方 来到洛城 如果直接从徐城来洛城 就算再小心 也会在庞大的监控网络下 留下蛛丝马迹 侦查陷入瓶颈后 徐城警方和尹家内部 都有一种说法 尹真已经遇害 自当时当然是合理的推断 但事实却是 至少在除夕之前 尹真都还活着 花虫看了看柳志勤 嗯 花虫一掌拍在他背上 小柳哥 你已经很没坐下了 背就别踏着了吧 这都要管 嘀咕什么呢 没什么 我去一趟田月温泉 你去 那不然 某人觉得没有网络 或许没用了 我这不得给他表现一下 门被关上 花虫笑着摇了下头 再次拿起虚城警方 传来的前期侦查资料 出生在尹家 尹真可谓是衣食无忧 从小接受的都是最好的教育 拥有高质量的生活 他的父亲尹志 虽然不是伊龙的一把手 但在集团中身居要职 说话非常有分量 他的母亲 亦是来自富豪之家 初中毕业之后 尹真被送去国外 五年前才回到国内 一边在家族企业中工作 一边创办自己的公司 尹家大部分年轻人的生活 都和他相似 工作和创业只是消遣 庞大的伊龙 早就能够保证 他们这一辈子 想尽荣华富贵 调查初起 虚城警方将重点 放在了与尹家 以及尹真本人 有矛盾利益纷争的人身上 但经过一轮戏过一轮的排查 这些人的嫌疑 全部被排除 可能对他动手的人 都不是嫌疑人 与他有过交集的人 全都接受过调查 并最终证明 与他的失踪无关 那尹真到底是被谁所害 花虫闭着眼思考 有两种情况 第一 凶手是无差别杀人 动机没有那么重要 第二 所谓的全部 并非真正的全部 还有人与他有交集 只是藏在黑暗里 警方至今 没将这个人摸出来 尹真是自主离开虚城 前往偏远的私奉城 后来也极有可能 是主动来到落城 这么迂回的一条线路 大概率是凶手制定 并且暗示或者明示尹真 这就说明 凶手有非常明确的计划 不符合无差别杀人的特征 若是排除第一种可能 那就只剩下唯一一种可能 凶手藏在警方的视觉盲区里 尹真的案子牵涉到碎尸 热门景点 豪门 立即就成了一桩 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惊动上级部门的重案 两地警方展开合作 但在侦查的方向上 却产生了分歧 虚城警方认为 还是应该从尹家的竞争对手入手 因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 所有涉及豪门的案子 无非是利益纠葛 感情纠葛 而尹真不仅被杀害 还被碎尸 死状显示着凶手强烈的 报复欲和泄愤语 如果不是对尹真痛恨到极点 很难做到这种地步 而洛城警方却认为 从尹家报警至今 侦查一直在常规思路上行进 最终一无所获 这本就说明经验也许不管用 现在再去查那些 已经查过多次的人 大概率是查不出 任何有用的线索的 并且尹真从未去过斯凤城 他突然出现在斯凤城过于蹊跷 这凭经验根本无法解释 多地联合查案 很多时候困难重重 每个地方的警方想法都不一样 思路对策 是在长期的工作中形成的 凑在一起 有时能够互相妥协 而有时根本就磨合不下来 徐城警方的负责人王岳山 今年四十来岁 在一县待了多年 生如虹中 发号司令时 有种传统刑警的标函 在虚城刑警圈子里 王岳山向来是个 说一不二的人物 而花虫才三十多岁 资历尚浅 前些年还是重案组队长的时候 老是被手底下的人叫做花 一是因为她姓花 二是因为她那俊美的长相 和王岳山比起来 花虫从年龄到外貌都十分吃亏 但洛城刑侦支队 现在由她当家 在自个儿地痞上查案 她哪有让别人牵着鼻子走的道理 王岳山说话向好 激动起来大有吹胡子瞪眼的架势 花虫声量不大 亦不动怒 但气势却不弱一分 从头到尾坚持本来的想法 欢迎收听 常配文学授权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 行真纯爱小说剧 心狂 作者初和 由周末 配音青山等领衔出演 第四百二十三集 我真破的案子 比你们见过的多多 争执到后来 王岳山都有些失态了 这个案子 你们洛城必须听我们虚城的安排 你这么说就过了 面对一桩新案子 经验可能有用 也有可能成为枷锁 王队 就引真这个案子来说 虚城掌握的线索 并不比洛城多 而你的侦查思路 早就遇到了平静 两个月 没有找到突破口 不正式说明 你们的思路可能走偏了吗 任何案子都必须从被害人的人际关系上 寻找蛛丝马迹 我赞同 但是在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时 难道不应该准备思路吗 你的思路只是空想 在很多庄恶性案件中 犯罪分子的想法 远远超前于刑警的想法 因此 他们能够长时间地隐藏在刑警的视觉盲区中 甚至高频率的连续作案 按照常规思路 警方根本不可能找到他们 在将他们绳制依法之后 警方才会在结案总结中 一遍遍梳理他们的行为逻辑 一些所谓的空想 便成为下一次侦查类似案件的常规思路 王岳山面色难看 瞪着花虫 虚城和洛城相距遥远 两地警方从未合作过 来洛城之前 王岳山就听说洛城刑警的负责人 是个年轻小白俩 以前是个特警 转岗之后没几年就升了职 心中自有几分不屑 见到花虫之后 这份不屑更加浓烈 花虫的长相 实在是与大众眼中固有的 刑侦队长形象差得太远 王岳山本以为能够 轻而易举压过花虫 没想到 几番交锋下来 自己却被压了一头 而对方始终游刃有余 不退半步 会议收场得十分尴尬 王岳山带着虚城队员 不满地离开 花虫站在窗边看了会儿 转身离开会议室 这个案子 他破定了 冬夜市 刑侦局 赖修良的案子 侦查进展缓慢 已知的线索 无法锁定凶手 而有作案嫌疑的人 又逐个洗清了嫌疑 中午 明树和易飞 徐春在食堂吃饭 易飞和徐春很快吃完了 而明树却因为边吃边看手机 而落后了一大截 看什么看这么认真 饭菜都凉了 易飞说 你不是很喜欢红烧带鱼吗 难得打到一份 你还不吃 明树仍旧盯着手机 看隔壁那个案子 隔壁 指的当然是洛城 碎尸案的细节 并没有对外公布 但尹真身份特殊 天悦温泉山庄 又是公共场合 人多嘴杂 现在网上已经有了不少 关于这起案件的报道 其中既有简短的 可以忽略不计的官方公告 又有目击者媒体的分析 明树刚坐下来时 就在看一篇相关的新闻稿 没记错的话 洛城已经很久 没有发生过恶性案件了 身为刑警 易飞当然也关注碎尸案 被害人家属去年就爆烂 这案子一直被当作失踪案调查 结果人在扒杆子 打不到边的洛城遇害 明树点点头 他们虽然也是警察 但作为局外人 能够了解到的 也只是这些了 网上吵得沸沸扬扬的 是被害人引针背后的庞大家族 普通人总是倾向于 窥探豪门恩怨 现在警方只出了一条公告 大家就脑补出了 无数种不靠谱的故事 小明 嗯 明树抬起头 徐川扑哧笑了声 易飞说 你需要我们陪你吗 明树放下手机 夹起一块红烧带鱼 开始碾人 回去回去 小学男生嘛 易飞和徐川笑着站起来 易飞见汤冷了 还特别贴心地打来一碗热汤 这才离开食堂 重案组的这帮人 一忙起来就不大会照顾自己 但对队友 却是鼎鼎地关心 明树吃了几口 又拿起手机看 元山科技这名字 他总觉得在哪里听过 易搜 看到旗下的网红主播 才想起 年底沉迷主播卖货时 点进几个元山科技主播的房间看过 按虚承警方的说法 尹真去年十一月就失踪了 但是元山科技 似乎并没有因为老板失踪而受到影响 年底该上新上新 该搞活动接着搞活动 主播们也没有就此停播 至于尹是伊龙集团 就更没有丝毫水化了 尹真虽在伊龙集团里挂职 但并非重要岗位 而尹家的家族网络非常广大 年轻一辈中有人失踪 确实不会对整个集团产生什么影响 但元山科技是尹真所创办 老板失踪绝对是大事 类似规模的企业 别说是老板失踪 就是老板突然出了什么事 都有可能人心惶惶 甚至可能直接倒闭 民数琢磨了一会儿 越想越觉得蹊跷 现状不合常理 却偏偏存在 原因是什么 慢吞吞地将红烧带鱼吃完 民数想到了一种可能 那就是 尹真本人虽然是老板 元山科技却并不靠他运转 有人替他管理元山 而他只需要给钱 换句话说 元山科技只是尹真的玩具之一 元山的员工并不担心 尹真失踪会影响他们的生计 因为尹家随便谁出个手 元山就能继续运营下去 汤是温热的 民数几下喝完 还餐盘时忽然意识到 自己接收的是被媒体嚼碎了的信息 根据这些信息分析案情 没有太大的作用 他这个局外人能想到的是 负责侦办的警察 一定早就想到了 这案子发生在洛城 最初接到报案的 却是虚城警方 双方一定会合作 想到虚城 民数轻轻嘖了一声 他和虚城的王月山王队 打过交道 这位前辈经验丰富 能力也强 但性格上的缺陷不小 瞧不起新人 刚愎自用 听不进下级的意见 对长相不够粗犷的警察 抱有近乎本能的敌视 当初 民数只是因为一个流窜案 和王月山合作过 就收获了王月山诸多的鄙视 他忙着办案 懒得和王月山一般见识罢了 而现在 洛城管事的是花虫 而尹真案的重要性 绝非当初真办的流窜案可比 一想到花虫面对王月山 民数就有点心痛 就有点想给花虫打个慰问电话 不过实际上 他关心这个案子的真正原因是 受害者尹真的背景 尹真早就失踪了 虚城警方去年立案调查 却始终没能找到人 直到现在 尹真的尸体 在洛城的温泉山庄被发现 普通人无法在这些 破碎的信息中拼凑出关键问题 而有经验的警警却可以 出现这种结果 无非是虚城警方 什么都没查到 被怀疑的人已经洗清了嫌疑 这一点 和赖修良的案子相似 至于其他的相似之处 则有些牵强 但也并非能够全然忽略 比如 他们的死状都非常害人 差别是 赖修良是活活被钢架刺死 而尹真是死后被碎尸 再比如 他们都是富人 但富裕的级别相差甚远 电话响着 没人接 明书料想花虫现在肯定在忙 正要挂断 忽然听见接通的声响 接着 是柳志勤的声音 小明 找我们花队有什么事 欢迎收听 常配文学授权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 行真纯爱小说剧 《心狂》 作者初和 由周末 配音青山等领衔出演 第424集 名书无语 想直接挂断 寒假结束之后 各个商圈的生意开始退潮 东城区第九战场密室 在火爆了一个冬天之后 也渐渐冷淡下去 不过 密室的受众本来就不算多 所谓的火爆 也只是在一个小圈子里 放眼整个冬夜市的密室 人气最旺的 仍然是南城区的风波密室俱乐部 工作日 第九战场外无人排队 一群学生模样的男女 很快就扫码进入 大约过了四十分钟 他们从里面出来 除了一个矮个子男生之外 其余人脸色都不太好看 我算是明白娜娜 为啥说这个密室有毒了 一个戴眼镜的女孩说 去风波玩 我只觉得刺激 紧张 但这儿 我觉得不舒服 但到底哪里不舒服 女孩又说不出来 我也是 红情的胖男孩擦着汗 我再也不想进去了 矮个子男生一言不发 细小的眼睛却闪过诡异的光 同伴们抱怨着向前走去 他回头看了密室一眼 突然阴森地笑了笑 骆成 天月温泉山庄 目前面向普通人的东庄 已经暂停营业 只有招待富豪的西装 仍在开放 虚成和骆成两拨人 正在做现场勘查 方远航问 师父 我们算哪一拨 我们算 打酱油的那一拨 方远航无语 我发现萧绝不在的时候 你像个猴 东夜市的明队是吧 一鸣戴着口罩的队员跑过来 花队在下面 你是在这儿等他 还是下去看看 花队在排水道里 我下去找他 队员将口罩和手套 分给明树和方远航 带路往下方走 明树给花虫打过电话 虽然接听的是柳志勤 提到对骆成碎尸案感兴趣 花虫似乎很忙 也没有多问 让他方便就来一趟 赖修良的案子 现在撞进了死胡同 明树琢磨着 也许能在骆成 摸索到什么东西 于是和义飞商量之后 带着方远航来到洛城 当然 出发之前 他和萧玉安通过气 萧玉安在首都两头忙 一是因为案子 二是因为萧锦成 上次萧锦成跑来冬夜市 隐晦地让关照自己的父亲 明树就有种不好的预感 而现在 萧锦成果然受了重伤 虽然抢救过来了 目前情况还算稳定 但至今没有醒过来 萧家老爷子担心过度 住进了医院 萧玉安每天都得去医院 看看萧锦成和老爷子 若不是重担压在肩上走不开 明树现在也已经在首都了 他和萧锦成从小打到大 成年后不动手了 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但每次见面 仍然会吵架 他和萧家的所有人一样 希望萧锦成赶紧醒过来 还是老样子 医生说得做最坏的打算 萧锦成那么混账的一个人 不活下来祸害人间怎么行呢 两人都沉默了会儿 萧玉安问起案子 明树顿了片刻 强迫自己进入工作状态 引真的案子你知道吧 全国的恶性案件 都会汇总到特别心动队 萧玉安手里拿着的 正是这起案件的前期侦查资料 知道 萧玉安一下就猜中了明树的心思 你打算去洛城 这案子有一些特殊的地方 和我们正在侦查的赖修良安 可能有联系 那就去 正好洛城警方 之前帮过我们不少忙 你过去 也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 对了 哥 周兰他们 在全国的青少年犯罪中 将鞭炮绑在烧海人身上 点燃的案例不止一件 将年龄放宽 类似的加害者 从二十岁到五十五岁都有 明树下意识压下唇角 不过这些案子里 受害人死亡是极少数 你也清楚 单纯点燃鞭炮 一般不会炸死人 这些案子涉及的 都是欺辱霸凌 和我们这个案子的关联呢 现在还没个定论 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 明树点点头 意识到萧鱼安不在面前 又赶紧嗡了一声 哥 你声音怎么不对 没事 我不在你身边 你就不懂得照顾自己了 这话 难道不该我对你说吗 死时的明树 正在往排水道走去 在靠近排水道时 明树闻到了一股强烈的异味 方远航鼻子一皱 劲也太大了 现在都散得差不多了 地下不通风 高温高湿 我第一次下来神奈阵仗 算了不说了 我出了那么多现场 也算个老兵了 还没出来就吐了 方远航无语 他算是明白劲怎么这么大了 原来除了腐烂的气味 还有同行们呕吐物的气味 明树已经戴上口罩 但还是被熏得眼皮跳了几下 刑警干得久了 都明白口罩的作用其实不大 很多时候戴上三层四层 涂得只是个心理安慰 真正挡得住气味的 只有防护服和面罩 但这种装备 不是每次出现场都有 穿起来也麻烦 还影响查案 明树进入排水道之后 才发现这里和自己想象中的 不大一样 天悦温泉山庄财大气粗 排水道修得像个盘根错节的隧道 高度有两米四 宽度不一 发现尸块的地方 宽度约有一米二 在整个排水道中 算是比较狭窄的位置 花虫看到了明树 挥了下手 明树走过去 花队 打搅了 打搅什么 你来帮我侦查案子 我求之不得 人的适应力实在是可怕 方允航觉得靠近排水道时 自己都快晕过去了 但现在走在排水道里 闻惯了那味 已经不觉得难受了 而他师父更厉害 不仅不难受 还和花虫讨论起来了 凶手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或者说 凶手本来留下过足迹指纹 但在这种潮湿环境之下 足迹和指纹全部消失了 至于那些能够检验DNA的剪裁 现场没有找到 明树看向十来米远的一个门 这种门在整个排水道里 有很多梗 一共78个 东庄有78个小区 每个小区都可以进入排水道 里面全部打通 排水道内外没有监控 任何一个客人 工作人员 都有机会将尸块抛下来 加上抛尸时间是春节 人流量最大的时候 侦查难度不小 欢迎收听 常配文学授权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 行真纯爱小说剧 心狂 作者出和 由周末 配音青山等领衔出演 第425集 明树做过功课 他问 东庄和西庄的排水道相连吗 花虫摇头 东庄西庄 虽然都属于天越温泉山庄 但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营销体系 彼此间间隔的也非常远 明树醋眉沉思 花虫侧过身 明队 你很在意西庄 我听说那里的人均消费很高 一般人根本去不齐 对 西庄接待高端客人 那尹真就是西庄的目标客人 人不能在排水道中待太久 花虫找了个门和民树一同上去 清新的空气灯是灌入肺腑 民树赶紧将口罩摘下来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 尹真的尸块 出现在天越温泉山庄 他是主动来到这里 然后被杀害 还是在另一处被杀害之后 被凶手带到这儿抛尸的 两种情况都有可能 尸检结论是 尹真是在死后三小时之内被分尸的 抛尸时间 大致在死亡十二小时之后 就目前我们掌握的信息来看 尹真的行为比较古怪 他是主动来到天越温泉山庄 也说不定 西庄正是为他这样的人打造的 这样一来 西庄说不定是第一现场 不过遗憾的是 我们并没有在西庄 发现与民谅有关的线索 如果先将头一种可能排除 只考虑后一种情况 凶手为什么要将尸块 抛制在东庄的排水道里 排水道里面潮湿 温度高 能够毁掉尸块上的线索 干扰警方的判断 不过这些 都可能不是凶手的真正目的 而且排水道也不利于藏室 一旦气味散出去 马上就会被发现 对 如果只是想干扰警方 凶手还有更好的选择 如果想将案件隐瞒下去 那就更不该将尸块丢在排水道 凶手在冒险 在众目睽睽之下 抛尸排水道 能够给予凶手 某种心理上的快感 花虫看向路边 飘着花瓣的树 那是梨花 而旁边的梅花 正开到最盛 梨花和梅花 一个开在春天 一个开在冬天 很少能看到 它们同时开放 凶手追求的 恐怕不仅是在 众目睽睽下泡尸 海水道 可能有另一层含义 明树初来乍道 对案子的了解还不深 另一层含义 你知道 这种人流量 特别大的温泉池子里 最多的是什么吗 明树不爱去温泉 仅有的几次 是和萧玉安去外地的 温泉别墅度假 那都是真正的温泉水 一家一池 不存在一群人 挤在一起泡澡的情况 你也许想象不到 是尿眼 明树眼尾当时撑开 据工作人员说 很多中老年客人 下池之后就不愿动 一个三十多的池子里 两三个小时没人起来 其中一些人 直接排泄在里面 明树露出了 难以理解的神情 排水道过一段时间 就有人清理 清洁工说 里面常年弥漫着尿臭 我在想 凶手选择排水道跑尸 会不会是想借此 羞辱引阵 只要没有人发现尸块 他就会被浸泡在尿液中 虽然和灌进来的泉水相比 尿液只是很少一部分 如果是想用排泄物羞辱死者 那城市里的下水道 是更好的选择 但城市里的下水道 没有高温这一特点 但这只是我一个人的想法 现在还没有证据来支撑 凶手也许根本就没有想这么多 明对 花虫不知不觉 已经走到了梅花树边 头上落了几片飘下来的梨花 右手须须碰着一根梅花枝 明书莫名觉得 这幅画面很有意思 他们刚刚从惨烈恶臭的 抛尸现场离开 就被灌了一捧春风 主导这个案件的男人 一瞬前还说着血淋淋的案情 和冰冷残忍的推断 下一瞬就被春花扶了一身 手里还握着一枝富裕的梅花 我听说冬夜市也有案子没解决 除夕就出了恶性案件 你们整个假期都没有休息过 校区前几天 已经赶去特别行动队了 你这个时候来洛城找我 不会是单纯想帮我侦脱案子吧 明书上前 什么都骗不过你 你给我打电话时 我就听出来了 冬夜市的案子 和尹真这个案子 有联系 有没有联系 我现在还无法决定 华队 还记不记得 春节前我跟你和刘老师说 我们也许会合作 那人记得 春节前后 我遇上的好几双案子 都和平复有关 明书没有明确说 赫阳胡影的案子 但将周兰三人 以及赖修良的案子 说得很细致 花虫听完沉默一声 周兰出生富裕家庭 瞧不起贫穷的同学 用极端残忍的方式 将相号名杀死 另一边 相对赋予的赖修良 也是被极端残忍的方式杀死 而现场最初将动机指向仇妇 尹真更是妇人 并且是赖修良 望尘莫及的那一类妇人 最关键的是 一接触案子 我们就对赖修良的人际关系 做了全面疏离 排查的结果却是 排除了所有具备作案动机的人 这一点和尹真很相似 看来你已经根据媒体的报道 三叶眉心忽然宁起 砍伤有生活反应 不是所有 确定为生前伤的 共有十七处 分别位于大腿和手臂 而胸腹 颈部头部等知名位置没有 花虫 花虫倒了两杯热水 明树接过水 被狠狠烫了一下 花虫无语 明树也很无语 你整我呀 拿给你暖手的 没想到你一口就喝了 我怀疑你是故意的 因为净朱者赤 净流者黑 花虫只得借来一杯温水 嗯 是我不够周到 跟你道歉 明树也是嘴上说说而已 心里也没有真计较 将温水喝了 又拿起事件报告 致死原因是 顿起击倒造成的颈椎骨折 但是双臂和双腿的伤 是在颈椎骨折之前就存在 凶手不敢致命不为 是故意让尹真承受痛苦 也可能是做分事前的练手 我倾向于认为 凶手是在虐待尹真 并且是极其残忍的虐待 欢迎收听 常配文学授权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 行真纯爱小说剧 心狂 作者初和 由周末 配音青山等领衔出演 第四百二十六集 明树瞳孔轻微收缩 向昊明和赖修良的死状 在脑中闪过 谁会这么恨尹真 单纯的恨 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吗 这场针对尹真的谋杀 从去年十一月就已经开始了 而且尹真是 主动从对他来说 安全的世界逃脱 进入凶手给他编织的落网 尹真这种行为 让我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 在他离开虚城 前往私奉城的时候 根本没有想到 自己将成为被害人 花虫看向民数 他认为 他与凶手是同盟 而他们将要做的事 必须对外界保密 他满怀期待 为此料理好了一切 没想到最终 他成了凶手杀死他的帮凶 凶手是个从未出现在 他交际圈中的人 只有他知道凶手的存在 手机在警服里震响 一条陌生人的信息被送了进来 过了十多分钟 民数才看到 留意特警总队的周平 韩省南部 营城 这是企业改革之后没落的小城市 有许多废弃的工厂和道路 许多本地人都已经离开了 剩下的 过着得过且过的生活 时间在这里走得特别慢 一辆黑色的轿车 停在一栋不起眼的居民楼前 车门打开 梁赵从后座上下来 他穿着复古的皮衣 这样的打扮倒是与小城搭调 双眼中满是戒备 周山从副架上下来 指了指楼上 就这里 居民楼是以前的职工住房 盖好少说有三十多年了 老舅不堪 走廊上十分昏暗 两人在三楼的一扇门前停下 周山拿出钥匙开门 门嘎吱一声敞开 里面涌出了老舅家具的气息 显然 房间里没有人 周山将灯打开 梁先生 你暂时就待在这 有什么 你的老板呢 我要见他 贺先生现在不方便出面 不方便 见其他人方便 怎么轮到我就不方便了 梁先生 你的一切要求 我都会转达给贺先生 只要你按照约定完成任务 贺先生就会满足你一切愿望 梁赵也不介意沙发上的灰尘 爱身坐了下去 翘起腿说道 我要先见到人 这恐怕 是你们找到我 梁赵的眼神变得阴狠 从下方看着周山 贺先生 贺先生 你说了八百遍 贺先生 这位贺先生 都没有出现在我面前 我怎么知道 这个贺先生 是不是你编造出来的人物 杨先生 你说笑了 说笑 如果你不清楚我的底细 怎么会跟我来这里呢 贺先生过去养的宠物不乖 反咬了贺先生一口 让贺先生有些被动 贺先生现在确实不方便出面 所以呢 一切由我代劳 少废话 想和我合作 就让我见到你的贺先生 周队 周队一直待在心理研究中心啊 室内射击管枪声响亮 陆燕舟一边摘手套 一边夹着手机往外面走 你怎么跑到洛城去了 洛城有你的心相好 让你忘了我这个老相好了 明树嘖了一声 暗到现在的直男都不得了 嘴上跑起火车来杀都杀不住 老相好话太多了 烦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小明啊 你突然问起周队出了什么事 不好说 可能和我现在查的案子有关 但是我不能确定 案子 周队回来之后 几乎没有见过外人啊 嗯 我知道 当我手上的情报 来自一个刻意信来的人 周队过去执行的任务 现在能不能调到 如果不是保密任务 那应该能调 依非等会儿会去特警总队找你 到时候你配偶他一下 对了 周队的家庭情况你清楚吗 清楚是清楚 不过小明啊 周队是我最尊敬的前辈 他现在变成了这样 我不允许谁在伤害他 也不允许谁怀疑他的忠诚 我明白 我当年在特警总队轮过岗 和你一样尊敬周队 现在要么有人可能向他动手 要么他身上也许有重要的线索 所以我必须追下去 市局特警总队 陆燕洲收起一贯的嬉皮笑脸 神色凝重地吊着周平的资料 接到民宿的电话时 亦非也有些莫名其妙 不明白怎么突然要查一个 功勋累累的特警 周平 37岁 游城卢江镇人 毕业于东南特警学院 连获优秀学员表彰 毕业时正逢冬夜市特警队伍扩招 顺利成为南城分局特警支队的一员 两年后调至市局特警总队 执行实战任务的同时 也负责新队员的培训 周平所执行的任务 如今已经全部解密 亦非一通看下来 没有找到值得怀疑的地方 从警至今 周平没有任何污点 自始至终都是个干警 刚正的特警 唉 我就说周队不会有问题 你们最近老是遇到变态案子 小民崩得太紧了 亦非将冷调的茶喝完 自言自语道 小民一定有他的理由 陆燕州准备收工 亦非突然问 周队以前好着的时候 有没有跟你们聊过家庭 游城在北方 东南特警学院离我们这儿也很远 特警一般就进入职 他怎么会到冬夜市来 陆燕州又坐了下来 你这么说我倒是想起来了 周队很少提到家人 他父母肯定不在冬夜市 他也一直没成家 档案上记录得清清楚楚 周平的父母是卢江镇的农民 周平是家中老大 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在北方的农村 这是很普通的家庭构成 欢迎收听 常配文学授权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 行真纯爱小说剧 心狂 作者初和 由周末 配音青山等领衔出演 第四百二十七集 周队的家庭情况不太好 我记得他说过 对家人很愧疚 不过我觉得奇怪的是 他从来没有将他们 接到冬夜市来过 因为他的卧底身份 不 当卧底是后来的事了 我们特警总队 其实不像你们刑侦局那么忙 一年中还是有闲下来的时候 我老家也不在冬夜市 有家的话 要么回一趟家 要么把爸妈接过来玩几天 队上大部分的兄弟也是这样 但周队从来不 义飞从座位上站起来 你的意思是 周队既对家人感到愧疚 又从来不关心家人 陆燕周有些烦躁 拍了下桌子 算了 我不该这么说 周队只是将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了 他这样的人 不该被质疑 亦非眼神见深 显然是有了别的想法 周队是将精力放在工作上 从而疏忽了家人 还是因为某种原因 无法面对家人 才强迫自己最幸于工作 档案永远是冷冰冰的 能显示一些东西 却无法显示更深层的信息 徐春来到卢江镇 找到了周平的家人 周平的父亲已经去世 母亲李春霞和儿子周军生活在一起 李春霞六十岁 这个年龄在城市里不算老 但李春霞年轻时干重活 落下了病根 三年前就瘫痪了 最近半年 脑子也开始不清醒 记不得人 得知徐春是从冬夜市来 周军便露出了厌烦的神色 我们家和周平早就没有关系了 他当他的警察 我们当我们的平头老百姓 徐春听得出 周军对周平憧憬十分不满 那个你妹妹周天哪 怎么没有见到她呀 徐春打了个迂回 没有急着问周平的事 早就不在这儿了 周军摘菜的手顿了下 抬头打量徐春 你也是警察吧 徐春干脆端个小板凳坐下 帮周军摘小白菜 是啊 出去打工 鹰点儿大个姑娘时 就为了他打工赚钱 可后来呢 他要去追求自己的理想 在徐春颇有技巧的提问下 周军终于道出了周平和这个家的关系 周家穷 周平是老大 从小成绩就好 家里的钱养不了那么多孩子 更没法供所有孩子上学 周天是女孩 老早就辍学了 在家和母亲一起做些手工 拿去集市上卖钱供周平读书 周军成绩一般比不上周平 但想读书 将来想去城市里工作 却被周父从学校里拽回来 让夏田种地 把钱都留给老大 可以说 周平是被全家人供出来的 周父周母希望周平念完书之后 能在大城市里赚大钱 让全家过上好日子 然而 周平不仅背井离乡 成为了一名警校生 还在当上警察之后 断了和家里的联系 那你说好笑不好笑啊 如果不是我们的牺牲 他能念书吗 他吸我们全家的血 然后远走高飞 我听说 他是你们那儿的优秀警察 领导喜欢他 被他帮助的群众更喜欢他 但是我们这个被他抛下的家呢 前些年我爸走 临终前说特别后悔 早知道这样 等你还不如让我读书呢 为了他 我一辈子被拴在田里 我妹妹学历 一辈子做苦力 最惨的是小夕 也不知道是活着还是死了 徐春一证 小夕是谁 档案上记录得清清楚楚 周家一共有三个孩子 没有人的名字里有夕这个字 这么多年了 告诉你也没什么 我们还有个弟弟 叫周西 从小就没上户口 没有上过一天学 养到了七岁还是八岁 就被我老爹卖给人贩子了 有这种事 你们这些城里来的人啊 大惊小怪 这种事多了去了 养不起 家里其他人要吃饭 老大还要读书 您说咋办呢 卖谁啊 我和妹妹年纪都大了 妹妹还是个女娃 我妈舍不得 那不就只能卖小夕吗 正好她没有户口 你们警察查都没法查 西还是老大去的 说是希望 哎呀 我们这些穷人啊 能有什么希望啊 我们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 到头来 他要去当那半点油水捞不着的警察 北方的农村 春天到得很迟 徐春坐着中巴车离开时 路边的积雪 刚刚融进黑黄色的泥土里 又脏又浊 挂断电话 明树拧眉望着窗外的桃花 洛城市局里里外外 都种了不少桃树 花一开 看上去就像一片粉色的云彩 他全然没有想到 周平的家庭会是这样 周军的话带着非常强烈的个人情绪 不能全然相信 但其中也不乏事实 已经在其他镇民的口中得到了佐证 最关键的是 周平有一个小时候被卖掉的弟弟 而这个弟弟没有户口 周军说 周西被卖是七岁 如果还活着 今年不是二十七岁 就是二十六岁 一个七岁的孩子 已经有记忆了 他记得他的家人 以及遭遇的遗迹 名书眯了眯眼 贺阳的秘书周山 今年正是二十七岁 他拿起手机 将那条信息又看了一遍 刘毅特警总队的周平 刘毅 仅仅是刘毅 发信息的人自己也不明白 周平在整条线索链中 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但他绝对不会发一条 毫无用处的信息 周山难道就是没有户口的周西吗 如果周平没有被警方 严格保护起来 周平就是周山 为贺阳选择的下一个目标 周山想借着贺阳的手 为自己的童年复仇 寒省北边的落城 桃花都开了 而南边的营城 却是连日阴雨 老房子的家具 泛着隐隐的霉味 梁赵从外面 买了一份丸子炒河粉回来 一吃完 就听见门外有动静 他也不慌张 抽出几张纸擦了擦嘴 盯着门的钥匙孔 一分钟后 门被打开了 周山握着一把 湿噜噜噜的伞 站在门口 已经吃过了 周山一边沥水一边说 来 我给你带了谢皇灌汤包 人呢 梁赵王走廊里看了看 还是你一个 这一段时间和你接触的 不一直都是我吗 少废话 你知道我想见谁 周山终于将伞 立好了 眼中的笑意淡去 梁先生 贺先生现在有钥匙在身 不可能来见你 梁赵翘着二郎腿 你们就这样对待合作伙伴啊 我认为我们已经给出足够的诚意了 诚意 梁赵站起来 逼近周山 连面都不愿意露 这叫诚意啊 既然这样 我也懒得在这种地方待了 我退出 你们另寻高明去吧 欢迎收听 常配文学授权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 行真纯爱小说剧 心狂 作者 初和 由周末 佩音青山等领衔出演 第四百二十八集 周山忽然伸出手 锐利的光从眼中射出 梁先生 你可想好了 让开 周山并未退让 声音带着一丝寒意 你是冬夜市局最优秀的刑警 自从穿上警服 你就向你的职业奉献了一切了 梁赵瞳孔轻微收缩 眉心的咒痕更深 十几年来你兢兢业业 从一个普通的基层警察 爬到了众安组队长的位置 后来呢 队里来了新人 你严格要求他们 将你的经验技巧倾囊相授 他们很出色 渐渐取代了你在众安组的位置 梁赵的手 不经意间捏成拳头 抱歉啊 我刚才说的不对 你并没被取代 你升到了更高的职位 虽然还不是副局长 但你分管着刑侦局 最重要的重案组 刑侦一队和二队 你的前途一片光明 只要再坚持几年 副局长 甚至局长的位置 都非你莫属 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 春雨很少会下到这种程度 雨点噼里啪啦地敲着漏风的窗玻璃 像是遥远的密集的枪声 梁赵的眼神深不见底 你的职业生涯很离智啊 你没有背景 和最优秀的那些同界相比 你不算特别出色 但是你付出了比他们更多的努力 你很少休息 身上有数不清的伤 连脸上都有 说着 周珊甚至伸出手 须须碰触梁赵脸上的疤痕 梁赵在片刻的愣身后 啪一声将他的手打开 周珊并不介意 还扯出一个项 现在这个社会 已经没有多少人 能够堂堂正正地说 我所得到的一切 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 你们当警察的 要么靠家庭背景 要么靠派系 你却是靠自己 当上了分管重案组的领导 哎呀 可是你终于还是输给了那些 有背景的人 梁赵梅间皱得极紧 似乎已经控制不住情绪 你的顶头上司李丹李局长 别说是在冬夜市警戒了 就算是在周边 也有相当的影响力 你是他提拔上去的 是他的嫡系 你感激他 将他当作最尊敬的老师 可结果呢 他也辜负了你 这些年你为他做了多少事 是不是他最得力的部下 他在离退之前 怎么就不想着拉你一把呢 去年上半年 有多少人认为 你就是铁板钉钉的副局长 梁赵唇角紧紧压着 愤怒地瞪着周山 周山摇头 可是李局什么都没为你做 那个叫萧玉安的直接空降 取代了你 这次就是真的取代了 梁赵转过身 一言不发 周山立即转到他面前 小玉安是什么背景 即便不查你也能猜到吧 梁队 这十几年来 你的一切努力 都在他面前化为乌有 我都替你不甘心呢 不用你替我 嗯 我懂 没有谁比你更不甘心 如果你能忍下来 你也不会选择从刑侦局离开了 警服配不上你 你的领导 你的队员 他们统统配不上你 你和我一样 痛恨警察 梁赵的眼角很不明显地跳了下 周山的身量远不如他 却竟是将他逼退了一步 你不就是想报复吗 报复不帮你的礼局 报复强奏你前途的萧玉安 报复那些 将你抛在脑后的重案组队员 报复因为你没有背景 而瞧不上你的警察 梁赵张了张嘴 却没有发出阴结 周山眼中露出胜利的 不可一世的光 凭你一个人的力量 永远无法扳倒萧玉安 但是我们可以 贺先生无所不能 只要你让他开心 碾死一个萧玉安 对他来说 唉 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 梁赵眼中活一样的愤怒 渐渐熄灭下去 像烧过的柴一般冷沉 你说的没错 我想复仇 就必须与你们合作 周山像一只脚狭的狐狸般笑起来 见不到你老板就暂时不见吧 但当我完成你所说的游戏 总能见贺先生一面了吧 这是当然 梁赵像是妥协了一般 沉默着回到沙发上 但我还有一个问题 周山谋中闪过一丝不耐烦 你说 你为什么对周平那么感兴趣啊 他抓过你 抓我 我从未做过违法乱纪的事 他怎么会抓我呢 那你 我是不明白 周平这样的人 为什么会被视作英雄 梁赵没有说话 直盯着周山的眼睛 周山顿了会儿 不再继续 只说道 总之呢 你按我说的行动就好了 首都特别行动队 灵星的案件发生在不同的城市 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到关联 虐杀等恶性案件虽然不多见 但其实每年都会发生 这些案件中的大多数都已经结案 加害人与加害人之间 被害人与被害人之间 没有任何关系 就像向好名 赖修梁 尹真 可合在一起 却能找出细微的关键 萧云安眼中映着显示屏的冷光 片刻后 沉生说道 赫阳周篮之流 将无前无事的人当作虫子来玩弄 他们的自负 让他们忽视了一种可能 虫子也会复仇 虫子的游戏 或许早就开始了 红眼航班最是魔人 时间本来就晚 还经常晚点 萧云安从首都回来 晚了两个多小时 抵达时已经是凌晨四点 这阵子冬夜市虽然春意融融 但半夜还是冷的 明树在车上裹着大衣睡了会儿 睡不踏实 半梦半醒还琢磨着案子 中途清醒了好几次 一看时间 还不到萧云安落地的点 后来实在是没有睡意了 明树索性锁了车 往后机厅外面的平台上走去 凌晨三点半 大概是城市里最安静的时刻 但机场周围仍旧灯火辉煌 人形匆匆 明树双手揣在大衣口袋里 眯眼看着这些灯火中的人 或许是因为夜里更加感性 心里颇有几分感慨 出没在夜色里的 并非只有恶魔 还有无数平凡的人 也许没有人希望春寒料桥的夜里 还在外面奔波 可是总有那么多身不由己 一些是为生活所迫 一些是责任所致 想要安安稳稳度过一生 并不容易 你根本不知道 方才与你擦肩而过的人 是和你一样的人 还是披着人皮的恶魔 在他们眼中 你可能只是一只微不足道的虫子 他们嘲笑你的挣扎 将你当作取乐的玩具 你的一切痛苦 都是他们的食粮 保护这些普通的人 是警察的职责 即便警察 也只是普通的人 明树呼出一片白气 又看了眼时间 迈步向国内抵达走去 欢迎收听 常配文学授权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 行真纯爱小说剧 心狂 作者初和 由周末 配音青山等领衔出演 第四百二十九集 肖于安搭乘的航班终于到了 在行李卸载口接机的人极少 加上明树 才五个人 明树斜着身子往扶梯上方看 倒也不怎么着急 脸上甚至看不出情绪 像接的只是一个关系一般的同事 但是当肖于安的身影 出现在扶梯顶上时 明树眼中的光 顿时就明朗起来 唇角上扬 眷脸一丝一毫都压不住 肖于安也看到他了 右手扬了扬 从扶梯的右边换到左边 快速往下走去 行李办了托运 肖于安手上只有一个随身包 冰树迎上去 肖于安单手搂着他的腰 稳住他的唇 现在大厅过于空旷 只有零星乘客的脚步声 以及行李掉入传送带的框框声 这个吻 冷冽又含着几分疲惫的温柔 肖于安的手顺着明树的脊背向上 最后扣住他的后颈 吻结束了 二人却没有立即分开 肖于安将额头抵在明树的额头上 鼻尖碰在一起 明树在外面吹久了风 额头和鼻尖都是凉凉的 呼吸也拢着一缕寒气 肖于安刚下机 呼吸温热 两人的气息缠在一起 明树忽然感到久违地放松 腰一脱力 往肖于安怀里软去 肖于安就是将人搂住 温声哄道 辛苦了明队 明树笑着在肖于安唇边啄了下 拿行李去 一个黑色的箱子被撂了出来 明树弯腰扳下来 这么装 装的都是对我的想念 肖于安在明树头上揉了下 握着他的手往出站口走去 离天亮还早 但初入机场的人 明显比三点时多了 明树把行李放进后备箱 哥 我们是马上回去 还是吃点东西再回去 你呢 肖于安拉开副驾的门 想回去吃 还是在外面吃啊 要不就在外面吃吧 立明街那家鸡汤超手 我很久没吃过了 肖于安拉上安全带 听你的 立明街 就在从鸡场回市区的路上 鸡汤超手店 只开早市和午市 做了十来年 鸡汤浓郁 超手个头特别大 还配有开胃的酸辣小菜 口碑特别好 明树第一次吃的时候 只要了二两 吃完后总觉得没吃够 心里头像欠着似的 第二次索性要了五两 最后实在吃不下了 偷偷往萧原碗里塞了几个 老板和老板娘都是勤劳的人 超手店四点多就开门了 明树把车停在路边 一下车就闻到了鸡汤的香味 此时店里已经有客人 但还不多 老板娘脸盘大 笑起来很憨厚 阿维吃多少 明树瞥向萧原 自从有了那次点五两 没吃完的教训 明树就把点两树的事 丢给了萧原 两个三两 加一份青菜 一份酸菜 谢谢 明树坐下时 才真切地感到饿 他是从洛城搭高铁 赶回冬夜市的 最后一顿 是在洛城市局 食堂吃的牛肉面 面虽然管饱 但从傍晚到现在 也过了十个小时了 鸡汤抄手很快上桌 明树伸手就要去 拿桩酸菜的小碟 结果手背 就被筷子头轻轻敲了下 明树瞪萧原 干嘛 这碗才是你的 萧原将夹了青菜的一碗 推到他面前 不爱吃青菜的小孩 明树觊觎酸菜 领导 打个商量 没得商量 萧原将酸菜 倒进自己的碗里 我记得你不爱吃酸菜啊 我每次加酸菜 你还说酸菜破坏了 鸡汤原本的鲜美 某人不是把他 没有吃完的酸菜 抄手丢在我碗里了吗 我尝过之后 就迷上了行不行 那你也不能剥夺 我吃酸菜的旋律啊 萧原笑了声 不理他 镜子吃了起来 明树也不是真生气 埋头吃自己碗里 加了青菜的抄手 没吃多久 明树就不老实了 用勺子摇起一个 递到萧原面前 领导 孝敬您的 您出差辛苦了 萧原就着勺子接下 明树毫不客气 赶紧将勺子 伸向萧原的碗 一勺不仅挖走了 一个抄手 还挖了满勺的酸菜 萧原陪他表演 看明树心满意足地 吃完了 才问 好吃吗 明树点头 领导碗里的 真香 一顿早餐吃完 明树起码顺走了 萧原四个抄手 下次再来啊 老板娘一边收拾 一边乐呵呵地说 哟 这吃得这么干净 汤都喝完了 天蒙蒙亮 周围的包子铺 面馆陆续开张 车从不算宽敞的 巷子里驶离 穿梭在即将 彻底醒来的城市 被当作虫子的人 有的凄惨地死去 就像圣旨 像好名 有的侥幸活了下来 但活得和行尸走肉 没有分别 就像胡影 明树握着方向盘 语气渐渐静下来 收起了不久前的 玩笑口吻 而有的人 想要向那些 玩弄虫子的人复仇 哥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尹真很有可能 就是玩弄虫子的意愿 他的死亡不是孤立 从去年二月至今 全国一共有两位 和他家境相似的 受害人死于虐杀 凶手至今都没有找到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 警方对他们的人际关系 进行过彻底排查 所有有嫌疑的人 最终都被证明 没有作案的可能 一个藏得极深的人 去年二月 缅程 被害人江西阳 被发现死于 城郊的山林里 身上大面积烧伤 这些烧伤 全都是生前生 他是活着被焚烧 但没有被烧死 死因是 腿部动脉 被力气割开 造成失血过多 江西阳 是当地首富 海英地产老板的私生子 三十三岁 虽然是个私生子 但在商业上颇有建树 自然有不少仇家 就在前年 缅程发生了一起 针对他的车祸 他的助理 在车祸中丧命 他运气好 只是受了轻伤 所以缅程警方的 侦查方向很清晰 查那些 与江西阳 有利益冲突的人 车在红绿灯处停下 天色已是青蓝 赶早班的人 急不从斑马线上跑过 明叔说 和尹真一样 警方无法锁定嫌疑人 萧玉安摇头 侦查进行到一个月的时候 缅程警方找到了一个嫌疑人 那个人名叫张俊可 是江西阳团队里的员工 张俊可承认 自己在工作上 长期被江西阳羞辱 得不到肯定 团队里出现任何问题 最终都是自己背过 机缘之下 他将江西阳引至山中 残忍杀害 这案子就这么结了 当时是结了 但是 我和沈队这次核查 全国的恶性案件 发现这种案子的细节 存在不少疑点 张俊可被江西阳 多次斥责 这是部门上下皆知的事情 缅程警方最初就认为 张俊可可能有动机 因此详细调查过他 他的嫌疑被洗清了 但在一个月之后 他突然又成为嫌疑人 这次还认罪了 欢迎收听 常配文学授权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 刑侦纯爱小说剧 心狂 作者 初和 由周末 配音青山等 领衔出演 第430集 明书立即明白 张俊可是个被推出来的人 对 特别行动队 重查这几案子 张俊可承认 自己是收了海映集团的巨款 为真凶顶罪 董影响 是海映集团 让张俊可顶罪 这 江西洋的死 当时在缅城掀起了轩然大波 整个集团受到的影响很大 如果凶手迟迟无法被抓获 负面影响 就会持续下去 力之下 对海映集团来说 这件事 必须尽早了解 即便无法找到 杀害自己儿子的真凶 冷血动物 目前 江西洋的案子 已经由特别行动队接受了 另外一件 发生在去年五月 被害人 远淑庆 三十一岁 死在 隋城周寇镇的 农家化粪池边 死亡原因是 经解剖 远淑庆的呼吸道 口腔 肺部 有大量的分别 他是被活生生 溺逼在化粪池中 而且凶手曾经多次 将他的头部 按入化粪池 在他承受不住时 又将他拉起来 给他一线生机 然后不断重复这个过程 明树起了一片鸡皮疙瘩 太残忍了 这案子至今没有侦破 岳淑庆的母亲 是豪门新式的女儿 岳淑庆本人 在一所艺术学院任教 开了一所画廊 她平时平易近人 她的学生几乎都不知道 她背后的家庭实力 有多雄厚 明树开了一会儿车 尹真将西洋 岳淑庆 你和沈队从他们身上的共同点判断出 他们曾经将人当作虫子来虐待 后来被虫子反噬了 这并不算判断 只是一个在排除掉其他可能后的猜想 它很可能并不正确 明树感到身体渐渐热起来 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体内旺盛地燃烧 目前我没有发现这三人有任何交集 他们展现在人前的性格也大相径庭 眼睁活泼 时尚 富有创新意识 懂得捕捉潮流动向 不管是在他自己经营的公司里 还是家族企业里 他的人缘都不错 江西洋身为私生子 在白眼与竞争中长大 对权力 金钱 有非常深的渴望 他严格要求自己 同时 也希望手底下的员工像他一样 这一点和赖修良有相似之处 最后岳淑庆 此人与世无争 从不显摆自己的家世 和学校的同事学生都保持着良好 又并未靠得太近的关系 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三类人 萧玉安闭上眼 靠在椅背上 一切还没有证据 那赖修良呢 赖修良虽然也是夫人 但和他们的差距过大 不过人际关系排查无果这一点 又和他们有相似之处 萧玉安没说话 像是睡着了 但明树知道他没有 车驶入小区 静静地停下 萧玉安睁开眼 胡颖说 赫阳最早找到的 是居于社会最底层的人 后来才找到他和圣旨 原因是 赫阳觉得那些普通人的厮杀 看起来虽然过瘾 但毫无美感 明树精神一下子紧绷起来 但入赫阳的心里 他的犯罪是在不断进化 普通人满足不了他时 他找明星 明星满足不了他时 除了我们设想过的那种情况 赫阳这一类的人 还有可能寻找妇人 当然 所谓的妇只是相对 赖修良只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虫子 赫阳彻底从地平线下乐器 但城市里很难看到真正的日出 冬夜市郊外的私人庄园 赫阳穿着浴袍 从房间的阴影里走上露台 惬意地观赏林间的日出 和晚霞相比 赫阳没那么多变幻无穷的色彩 清新靓丽 却是独一份 赫阳在露台上站了很久 直到朝霞的金灰渐渐散去 才从容不迫地转过身 穿着硅整西装的周杉 静静地站在他身后 来多久了 赫阳一边问 一边向不远处的暖房走去 早晨 温度没有升上来 站得太久 不免感到寒冷 有一会儿呢 周杉跟在赫阳身后 训练有素的用人 悄无声息地将早餐放在桌上 又悄无声息地离开 仿佛在这个庄园里 他们不是人 只是会动的家具 赫阳坐在藤椅上 拿起勺子 在熬得细软的粥里搅了搅 什么事 梁赵已经被我说服了 现在他在营城 听候我的安排 你是想现在就让他参与游戏呢 还是等 赫阳扬起手 等等 周杉摆出齐耳宫廷的样子 啊 梁赵 这是谁啊 听人而说啊 您事务繁忙 可能不记得了 梁赵就是那位 被排挤出市局的警察 哦 他呀 对 您前阵子让我搞定他 你办事 从来都这么利索啊 周杉恭敬地低下了头 啊 不过贺先生 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个警察 贺阳有些心不在焉 喝了几口粥之后 将勺子放在一旁 看来你是 已经帮我物色好人选了 市局特警总队的周平 曾经是冬夜市最优秀的特警之一 前几年担任卧底时受了重伤 虽然被救回来 但心理崩溃 目前一直待在市局的心理研究中心 我认为这个人是最 还未说完 周杉就发现贺阳正一脸玩味地看着自己 贺先生 你是在为我的游戏物色人选 还是在借我的手 报你自己的仇啊 周杉面子一变 你是我的秘书 你有什么需求 尽管向我开口 别背着我搞小动作 贺先生 周杉没心跳动 背上出了一片冷汗 你的背景 我一清二楚 别忘了 是谁给的你现在的身份 周杉低着头 不敢出声 顿了片刻 贺阳又到 也不是什么大事 你不要太紧张了 中案组那个名书 现在已经盯上我了 周平 暂时不能动 是啊 至于梁赵 暂时也放一放吧 您有新的计划 贺阳眼中流露出贪婪而疯狂的光 最近我发现了 更有趣的游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